如今新型冠状病毒正在肆虐 传染源也基本明确了 来自于非法贩卖的某种野生动物 这些年生活条件的优越 让很多人已经不满足于日常的羁牙鱼肉 转而尝试起各种野味 却殊不知这些野味身上携带的病毒 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2003年的非典 就是由于使用野生果子梨 而导致疫情的爆发 但由于时间过长 已经被人们逐渐淡忘 此次由于使用野生动物 再次引起的新型肺炎 为人类再次敲响了警钟 自然界中的很多动物的身上 都携带着致命的病毒或者是细菌 而且一般的烹饪 是不能将这些细菌给杀死的 鞭服身上能携带超过100多种病毒 狂犬病 SARS 埃博拉 马尔堡 迪帕洪德拉 可谓是真正的高致病性病毒蓄水池 迄今为止引起了多次大规模的疫情 果子梨作为传播非典的中间宿主 身上还携带狂犬病 以及多种体内寄生虫 包括玄猫虫 野兔内寄带有大量的寄生虫 包括蛇形虫 慢视 蝶宫掏虫 引包死虫 恶口腺虫 广州管缘腺虫 献中植 孔涛虫等 这些都是人畜共换型寄生虫 一般的烹饪 特别是烧烤 不能完全杀死寄生虫的 吃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被感染 感染可导致 腹膜炎 败血病 心包炎 红膜炎等 损害多个脏器 危及生命 野兔体内寄带有 宫型虫 脑炎圆虫 肝毛细腺虫 肝片吸虫 囊尾幼等 它们会损伤肠道 肝脏等器官 野兔还带有皮虫 皮虫这东西出境率很高 很多动物都携带 皮虫是许多病原体的传播媒介 人感染后主要表现为 发热 乏力 恶心 呕吐 部分患者还可能出现 皮肤预斑 消化到出血 肺出血等 严重者如治疗不及时 两周内可致死 死亡率可高达30%以上 野猪体外携带多种皮虫种类 可传播 回归热 削热 和出血热 还有众多体内寄生虫 包括回虫 献虫 人体 玄毛虫等 可损伤肠胃 大脑等多个器官 而且非常壮的一点 野猪可是曾经引发过猪瘟的 即便是这样 还敢吃的人 简直是无知无味的代名词 骆驼的生存环境 虽然与蝙蝠不同 但是作为同样寄生虫 以及病毒寄居的环境 骆驼和蝙蝠 其实都是一样的 世界卫生组织在骆驼身上 发现了中东严重的 呼吸传染病中的病毒 而美国的 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学家 在这一次的实验中 将骆驼身上的体液 与之前感染的患者体液 进行对比 发现里面的病毒 是同样的形状和结构 而这种病毒 也导致了160多人死亡 60多人感染的惨剧 和人类在地球上的 生存时间相比 鳄鱼 无疑算是非常久远的前辈 他们已经生活了 上亿年的时间 经历过地球上 发生的各种灾难 鳄鱼依然可以生活到现在 他们当然有自身的优势所在 如今 新型冠状肺炎的肆虐 让人思考 细菌病毒 和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细菌病毒 已在地球上 有着漫长的历史 那么鳄鱼 也必定和他们相处了很久 并且也在他们的肆虐下 生存了下来 癞蛤蟆的身体两侧都有毒液 而这种毒液 一般都在发生危险时 就会自行的喷茧而出 很多时候 这种毒液里面的一些元素 对人体有着强烈的刺激作用 有人将癞蛤蟆 打回去自行烹饪 没解决掉癞蛤蟆身上的毒液 便将其吃掉 过了许久 便出现了嗓子疼 以及嘴角 长出泡疹等发痒的症状 幸好及时送到医院 才没有发生进一步的感染 科学家也在蜈蚣的体内 提炼出了一种寄生虫 就是广东原献虫 也被称为鼠肺献虫 这种虫子 常寄生于老鼠的动脉里面 在脑部血管中进行活动 最终导致患者脑部感染而死亡 还有很多人都是因为野外蜈蚣的叮咬 而发生了局部的肿胀 最后感染了疾病而死 而科学家也通过在野外捕捉蜈蚣进行研究 发现一只蜈蚣的身上就有20多种寄生虫 水雕身上携带 水雕冠状病毒 阿流身病毒等对身体健康危害很大的病毒 前不久相关新闻报道 水雕很有可能是此次新型冠状肺炎的中间宿主 因此人们对水雕的防护隔离措施更应专业严格 不仅是水雕自身可以携带的病毒 许多其他传染病也可通过水雕传染 比如说狂犬病 虽然狂犬病毒不会长时间以水雕作为宿主 但是患狂犬病的水雕 依然可以将病毒传染给人类 大雁一般以虫子还有鱼虾为食 通常在河边栖息 这样的环境造就了大雁的体内 有多种不同的寄生虫和病毒 但是由于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比较复杂 它们虽然在体内积存了多种的病毒 可是却对它们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威胁 可以这样说 每一只的大雁的生存都离不开病毒 每一个病毒的寄居也离不开大雁 两个相依相存的物种 就这样共同生活在大自然里 独鼠自身也携带细菌 马尔尼菲兰壮菌 独鼠是这种细菌的自然宿主 曾经在一个地区发现绝大部分独鼠都携带这种细菌 对于人类来说 这种细菌是致病甚至是致命的 医学专家表明 一般人有可能会感染这种细菌 但几率很小 但是免疫力低下的人却有很高的概率被感染 因此有很多艾滋病病人感染了这种细菌 狐狸也是能够传播病毒的一种野生动物 最为常见的就是狂犬病毒 其次还有鼠疫也可以通过狐狸传播 非典过后 人们又从狐狸身上发现 它也可以传播非典病毒 除此之外 狐狸身上带有许多细菌 也可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 因此对野生狐狸进行捕捉 包括猎肿幼 牙囊猿虫等 这些寄生虫都会对人体器官造成或轻或重的损害 比如眼睛 大脑 肠道等 自卫的体外也携带皮虫 可传播回归热 出血热等 对人体健康带来极大危害 鹿的生存环境非常的广 而它们的食物最多的就是草 渴了就会喝湖泊里的水 因为这样的生存环境 它们没有丝毫的防备 所以它们很可能将很多杂物吃进肚子里 比如一些虫子或者微生物 而这些呢 却最终又落到了人的肚子里 不想感染传染病毒 狗欢是最容易被人们所选择的一种食物 因为它的生存环境比较广泛 不管是森林湖泊还是草丛 只要人类可以生存的地方 它都会出现 但是在2003年发现的SARS病毒 在狗欢的身上同样存在 土婆鼠体内还含有鼠疫感菌 是鼠疫的罪魁祸首 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 也是我国法定传染病中的甲类传染病 在39种法定传染病中位居第一位 临床表现为高热 淋巴结肿大疼痛咳嗽咳嗽 呼吸困难出血 以及其他严重的毒血症状 这个病的传染性强 病死率高 鼠疫在世界历史上曾有多次大流行 我国在解放前也曾发生多次流行 目前也大不减少 但在我国西部西北部仍有散发病例发生 人类也应该从种种历史事件中吸取教训 不要为了满足私欲 违法捕捉虐杀野生动物 更要学会和野生动物保持界限 2003年的非典带走了许多人的生命 17年后的新型肺炎 在更加专业的治疗和防护工作下 依然有更多的人被确诊 如果人类再不警醒 终将有更加恶劣的疾病侵袭人类